刚才给我们带来了小白鸟 还会什么呀 维塔斯的海豚音 你能唱维塔斯的海豚音 真的是小牛人 来 接下来吴东坡 给我们带来海豚音的表演 好 谢谢 我觉得小虎东坡多彩多艺 小虎东坡八岁半的孩子 就这么厉害 就是他新收养 这俩爹妈有点不靠谱 虽然说我俩不是真正的爹妈 但是就体验了一下 因为我们都还没有孩子 肯定养孩子特别难 对啊 你要培养他的兴趣爱好 还得帮助他 特别的 还得跟他放上去跳舞 我问一下文伯 你的爸妈妈怎么没来 我爸爸妈妈 因为他们工作忙 没时间陪我 给大家伙简单的介绍一下 文伯的父母的原来 确实工作一直非常忙 在两岁的时候 就把武东坡一个人 放在家里 两岁的时候 能不能讲一下 那个时候你那么小 自己在家 两岁的时候你怕不怕 挺害怕的 反正醒了就哭 饿了就吃点什么烧饼呀什么的 那个时候你恨他们吗 不恨 为什么 因为我也知道 他们工作挺辛苦的 一直在外面忙 这是一个八岁半的孩子 这种说出来的话 其实我相信咱们电视机前 有很多是为了生机的父母 然后工作在外 把孩子放在家里边 但是小五东坡呢 他虽然是缺少这种关爱和照顾 但是他能够像今天这样健康的成长 所以说在这我也呼吁 我们所有的朋友们 能够关一下留守儿童 给他们一些爱 让我们传递一些爱 让他们生活得更幸福更快乐 听说小五东坡 还经常去这个孤儿院 去看一些小朋友对吗 对 我还经常给他们送礼物 哦 还送礼物 一般送什么礼物 就是书包呀 文具类的 鉴笔盒 还有什么的 哦 好 因为五东坡经历过这样的一个 一个留守的一个过程 我相信他能体会到 没有爸妈的孩子的这种 辛酸和苦辣 最后小五东坡能不能 唱一首歌 送给咱们电视机前的 所有的叔叔阿姨 还有所有的留守儿童 好不好 好 爸爸 妈妈 你们在哪里呀 有我在酒前 不怕就不怕 宝贝 宝贝 好了 我是你的大叔 其实我是你二叔 你们俩是太不高谱了 来 我们二位明星评审 看完小五东坡的表演之后 有什么想说的吗 哎呀 我说实话 刚才我眼泪差一点点就出来了 就因为他跑掉 对 受不了你们两个 然后 所以今天小五东坡 我觉得表现得特别特别棒 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孩子 我希望你今后能够更加的努力 做到最棒的小宝宝 好吗 好 谢谢何姐 哇 哎呀 能给这孩子当时爹三姓万姓 张宫贝老师 看这宝贝儿子我特感动 宝贝儿子 因为我也是像他那么大的时候 唱少年二童歌曲 哦 在中央人民广播天台 少年广播航团 哇 我今天觉得唱得比我那时候唱得好 是吗 哎 我觉得要坚持下去 那他说呢 身边父母忙 不照我的 他有这么一个经历 还给孤儿园的小朋友去捐献东西 我觉得做得很好 一个孩子如果有爱心 有感恩之心 我相信一定会成大器的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哇 哇